參觀活化後的牛奶公司職員宿舍 順房百達尼修道遠 乘搭鐵路專離地城站A出口 轉乘23號綠色專線小巴 博富林村巴士站下車 經職業訓練局的入口 步行約5分鐘到牧場 就在前面路口轉左 在VCC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門口轉右 先經過一座外形前衛的國際傳藝學院 北庫林牧場2009年被評唯一級歷史建築 以前是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 以前的車庫變身接待處 遊客要掃上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證二維碼 很平常見到博富林村民 利用摘作火龍獅頭的工藝技術 去製作五牛 這座牧場高級的原宿舍 由主樓、農工宿舍和車庫組成 主樓原名為寶馬 主樓的入口和樓梯 主樓屋 這座樓比較窄細 比熊工晉策 出 露天剧场 运输围板还未拆 里面看起来 好像有一只乳牛的模型 主楼楼高两层 上层为砖墙 下层为特厚花光岩 花光岩石墙为基座 支撑具有简坡古典建筑特色的一楼 四面石墙上面 有三个等距圆形的牛眼窗 有座通风及防潮 宿舍主楼外浪 圆边接驳一条 以钢材建构的斜波通道 成为无障碍通道 设计上波道被安排在主楼的后面 减低了对古迹外貌和内部原有建筑构件的影响 同时为游人提供另一个视角 去欣赏古迹及博寮海域日落 进入举楼 进入举楼 共有空的一层 在博寮海域面 永远要去拥有举楼 一堆人 也要捂去 在博寮海域面 上排中間,牧場主管卓蟬德國女繪畫寶馬大廳擺設的手套 《細想架》項目說明 最後一任牧場經理嘉莉士的家人,捐出的職員信、文化計劃等 木槍、木地板 主流為一廳兩房,歐綠色風格報告 主流後方的陽台,有三個大拱形窗台,可以虎南博鳥海峽 正在播放介紹活著這座建築影片,大家可以在YouTube找到 我們在歷史上,在一個自己頂,用一個紀錄的建築 中間有人跟自己頂,在一個紀錄的頂 那些時候,我們今次要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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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這個頂,是中國式的家人,有很多生存商 因為早期,鏡外出的領事頂的頂目,就很激烈 前後廳,都有古式鑄鐵壁路 修建屋頂,為乎他今日,屋宇條例要求 室內須以降陽已承受重量 牛奶公司,歷史文倫 中文字幕提供 樓梯,接入主樓主廳 拱頂石,有稱拱心石 是鑽石石拱门顶上的涉形石头 是施工过程中最后看放的一块石头 它主要能将所有门尾的石头固定在位置上 主楼对面新建的库楼 提供导赏和工作坊的活动 牧场请来多位村内居民、社区组织住场 给访客在手工制品、技艺及生活方面 重新认识博富临村 天然材料暴染 老班工房 传统制作工具 触摘工艺 鱼雷茶 老班工晓计就变得出广化 材料暴染 老班工晓计就变得出广化 同桓 拱与酵 畳赏面 老班工晓计 祝祭工藝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75年由法国教会兴建 佔地18,000平方米 现在是法大尼五艺学院古籍校园 純白色的外场 酒廊上面兼型拱门 香港唯一新歌德式教堂 静门入口 要预约扣票才能参观 白大尼修院除了提供清邮临海疗养服务之外 还曾经为神职人员的避难所 1951年间 白大尼修院劫待了70个传教士 其中63人来自中国 修院设计布局对称 修院设计布局对称 四面都有外郎 建筑模式 墙身底基座为无石 尚围尖拱柱 湖南游浪 透过玻璃窗看到内部部份建构 碧瑶湾屋苑 白大尼的北面博富林出口 博富林做对面的大学堂 港大学生宿舍 曾经为传教士静修的秘方 博富林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程又回到八角翼舊棚劇院 鶴富林到巴士站